你小西哥和念书比较厉害 其他方便吗 还是你比较聪明 这样啊 对了 你还有个五叔父 见到你五叔父后 离他远点知道吗 为什么 他不是然然的亲爹爹吗 为什么要离他远点 哦 四叔父 你是不是吃醋了 怕然然有了亲爹爹就不理你了 哎 然然不会的 然然会很爱很爱你的 等等 你怎么知道他是你亲爹爹的 嘿嘿 听墙角的时候偷偷听到的 你那爹爹不学无术 整日就知道 揍猫遛狗 赌博打架 哎 总之一身的坏毛链 别跟他学 哦 四叔父放心 然然到时候用拳头 好好地教训他 嗯 将肖静哲推到了书房 娘亲我回来了 哎呦 快想死娘亲了 娘亲 四叔父说 娘亲给然然做了大鸡腿 是真的吗 就知道你爱吃 早就准备好了 走 娘亲啊 抱你去吃 好嘞 母女俩离开 肖静哲便说起了 刘献成交代的事 徐二 哼 徐二那玩意儿 就连徐三娘子都斗不过 能有本事做这些 那薛仁那边 可调查出什么来 这薛仁无父无母的 也没什么其他的亲人 查不出什么线索来 不过致死他的毒 不是一般的毒 也来自南疆 会不会是那齐明 不像是 陆青说抓捕齐明的当晚 齐明用的暗器 是六角的飞镖 并非银针 难道还另有齐人 这武家和刘献成 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棋子 不无这个可能 武家明显是叶党 刘献成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剩下的人 会不会是南疆 南疆 嗯 咱们萧家军 当年虽常年驻守北疆 但别忘了 丁家可驻守着南疆边界 从张彪这些人来看 南疆派人潜入大洲内部 可不在少数 因为叶家和咱们萧家的恩怨 大嫂虽与金家断了关系 明面上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往来 但谁又不清楚 大嫂可是金家唯一的女儿 永林这事闹得如此大 捧上去的话 咱们萧家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 金家军那边又该如何 这 看来此事 咱们需得重新好好的规划规划了 既然此事与徐二有关 先将徐二给抓回来才是 对于南疆的事 我们还需要再确认确认 嗯 抓徐二的事交给陆青去办 你去一趟新茶园那边 打探打探南疆有关的事 好 萧静哲从新宅那边回来 便见到吴通帕 刚从萧静玄的书房出来 两人相互点了下头之后 便擦肩而过 萧静玄听到萧静哲的车轱辘声 笑呵呵的走了出来道 哈哈哈哈 鱼儿上钩了 上钩的是小鱼儿 背后的大鱼 可不一定这么快上钩 可是问到了什么 张彪说 南疆确实培养了不少的细作 这些细作安插在各个地方 不排除是某些地方官员 南疆细作 从小便开始培养的 想要调查 很难 萧静玄推着他入了书房 那几人同样是细作 可知这细作与细作之间 是否有互相联系之法 他们各自单独行动 每一个联系他们的人 方式方法都不一样 细作之间也都相互不认识 不过那跟云珍 那个叫赵虎的却是认识的 那是南疆三皇子身边的 第一大护卫的暗器 此人善无善故 你以为 夫人 编击 咱俩 咱俩 感谢观看